享受八十岁的建筑大师汉保德 在自传《逐人间的秩序》中 他跟读者分享 他一生做事的吃呆精神 汉先生解释 吃就是执着懂得自我反省 而他从乡下到城里念书 他不懂人情事故 只会呆呆地埋头用功 但也因为这一股呆劲 让他完成了很多大师作品 也培育出许多台湾建筑人才 不记得我一生中间有什么特别了不起 自己怀念的事情 只是努力做好就是了 从墾丁 澎湖 天祥等地救国团中心 到台中科博馆 台南艺术大学 联合报南园 建筑大师汉保德 巧妙融合西方现代主义 和东方传统建筑风格 留下了经典作品 也一直保持着从求学时期 就喜爱的写作 我在中学的时候 写文章短短的一乐文 我都是最高分 可是我一个叔叔告诉我 你不能念文科 文科毕业 没有饭吃 所以我就改靠工程 工程最简单的工程就是建筑 所以这个是我考建筑师的原理 原本对建筑没有兴趣的汉保德 因为生了一场大病 休学两年 回到学校的他开始用心钻研 细读外国刊物 甚至把后面连转的小说给翻译出来 通过英文的杂志 我们常常很喜欢跟他交往的事 他能够解惑 在校办杂志自己写专栏 毕业后被延览进东海大学任教 之后远赴美国留学 让汉保德开了眼界 回国后接任东海大学建筑系系主任 对台湾建筑界影响深远 所以我办这个评图制度 因为是东海的学生 你第一个可以跟老师辩论 允许他的辩论 可以这样做 必须要去学习一件事情 就是设计不只是把东西画出来 必须要说服自己 不是为了要说服老师 要说服自己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如果自己都说服不了 那一定不是一个好的设计 大概这是学到最多的东西 鼓励学生设计思考 也开始进行汉老师的美感教育 学习建筑的学生最容易是抄 把大师的作品 把一般流行的作品 拿来抄 拿来做 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大学教育的理想态度 就是叫我们要思考 而不只是傻傻的一只画而已 他完成在这个建筑的天平上 放下另外一个砝码 就是思考的砝码 这是建筑需要思考的 所以那时候你一定要在成大路练完的时候 假如不去东海度度金 过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思考的训练的时候 你是不完整的 所以汉先生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砝码 到今天整个建筑有这样的平衡成就 我认为汉先生是很重要的角色 大力改革建筑教育 当时汉宝德被全台建筑系学生奉为 雪树大山上的一道光芒 我认为台湾的这个 现代建筑教育的启蒙者 非是他不可 汉宝德的教育方法历久弥新 而他教授的学生 对新一代的建筑学界业界影响力 持续扩散向下扎根 我觉得我没有教学生什么东西 只是教学生怎么去利用他们的头脑 去思考 判断